到底景气会不会恢复呢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则表示 很有信心台湾是九命怪猫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台达店董事长郑重华 正两级的大老板排排坐 为了捐出消费券制赠弱势团体 共同催生 不过一谈到景气 林百里首度提出她的九命怪猫论 我在台湾住了四十几年 起起落落多好吃 股票跌到底了 跌到说完了大家跳龙 结果还不是又回来一万多点吗 那个跌落之后 才是人的本质就出来了 我相信台湾的九命怪猫 对没有问题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 景气比他想象的还要坏三倍 长如集团总裁张荣发认为 景气至少到2012年之后 才会转好 就连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文也认为 景气要恢复至少两三年后 相较于其他大老板纷纷发出情欲 林百里坦诚 2009年一定不会好 但2010年之后就很难说 因为景气的波动也一样剧烈 崇尚乌龟理论的林百里 这次表现很高调 不仅宣布广达不裁员不减薪 而且还要扩大征裁 我们公司不太远 我们现在在招兵买马 现在最好的时候 逆事操作 不是逆事 我们顺势我们成长 我们招兵买马 有什么好的人买马 在台湾住了40多年 看惯台湾景气的起起落落 景气差只会淘汰体质不好的公司 没有什么是台湾度过的难关 台湾好好掌握这次转型的机会 为下次景气重新出发 中天新闻 吴正宇 顾望述 张志威 台湾走